功利是农利还是阳利? 功利指的是阳利或者说是阳利的一种 这种利法与地球环绕太阳的周年运动有关 是世界通行的一种利法 又被称为西利、格里高利利或者公元 中国从辛亥革命后即采用格里高利利 1949年建国后正式采用公元纪年 功利平年365天 润年366天 每四年一润 每满百年少润一次 到第四百年再润 即每四百年中有97个润年 功利产生在公元六世纪 是以耶稣诞生那一年作为纪年的开始的 当时正是基督教鼎盛发展的时期 而农利是我国传统利法之一 是阴利的一种 还被称为阴利、古利、汉利、皇利和旧利等 阴利是按照月亮的月向周期来安排的利法 以月球绕行地球一周为一月 即以说望月作为确定利月的基础 一年为12个利月 我国传统节日 大多按照农历计算